我们会问,你猜究竟其他十个门徒听了亚国和约翰要求耶稣给他们这么大的拼命的时候,究竟这十个门徒会想些什么呢? 在四十一节,他们的反应就是,那十个门徒就老老亚国约翰,老老这个字其实意思就是很生气,很激气,这十个门徒听到亚国和约翰并问耶稣给他们最大的拳力的时候,这十个门徒自己就很生气,很激气,那你能不能够猜想到,究竟为什么这十个门徒 那么生气,那么激气呢?我相信你能够的,因为其实这十个门徒都是立在同一样东西,他们都是希望坐在耶稣保祖的旁边,他们都是希望跟亚国和约翰一样,很关心自己,究竟将来自己的利益是怎样呢? 至非会不会得到最大的拳并呢?只不过可以听到亚国和约翰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呢,他们的要求跟亚和约翰是一模一样的,这些情节呢,会不会让大家想起,好像这些言语长片的条段呢? 就是一个年老的父亲在床边,就来病到死了,接着就叫了一些子女来,就告诉他们,哎呀,我都在世的时日不当了,就希望有一些遗言跟那些子女说, 怎么知道这些子女呢?就问爸爸,究竟你曾留给谁的?究竟你的家财怎样分发?究竟你会不会给这些东西我? 你会不会给我的东西我?会不会给我做你公司的CEO? 我想,如果你们是这个年老的父亲,我相信可能都没人看,这两个子女关心的,不是我的身体, 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大家都会不会有个想法,咦,为何耶稣告诉他,我快要受烂了,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而阿多哥和约翰所问的问题,和我受烂,和我来这个世界,和我将来会发生的事, 完全无缘无缘,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输送,而是见到其他熟悟闻徒一类一样, 这些经文其实对我们耶稣的闻徒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尤其是在教会中,已经侍奉了很久的弟兄姊妹, 为何我这样说呢?大家留意,要求耶稣给权力去,不是一些普通跟随耶稣的人, 不是一些群众,也不是其他的门徒, 因为跟随耶稣除了十二老门徒之后,有很多其他的门徒跟随耶稣, 要求耶稣给那么大的权力去的,是在十二老门徒, 他们已经跟随耶稣有三名当时,他们应该很知道耶稣来这个地上的事物是什么, 他们应该很清楚耶稣,事实上,阿国和约翰是耶稣里面最核心的门徒, 很多时候耶稣的事物是带着阿国和约翰一起去的, 如果我用今天的说话来说,阿国和约翰和那个门徒代表着什么呢? 可能是代表着,教会里面最核心,在侍奉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核心的领袖, 而这些核心的领袖,十二个门徒,是耶稣事公的核心领袖, 都不能够去逃避,继续他们对领袖的一个看法, 他们仍然在想,原来做领袖, 在继续的眼光,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